这个男人绝对是射孔界的天花板 为了拒绝跟朋友出去嗨皮 他直接躺在沙发上装死 就连苍蝇飞到眼珠子上 他也一动不动的 为了不与人来往 他还摸索出了一套避世法则 看到推销的 他会果断的升起车窗 看到发传单的 他会戴上墨镜 假装自己啥也看不着 这一切就是为了躲避交际 但他的工作偏偏是银行的放贷员 为了最大程度的避免交谈 他竟然直接拒绝掉了所有的申请 五年来 他从没有放过一笔贷款 上司气得懵懂了 都要开除他了 但大山早就躺平了 干什么工作都无所谓 为了拯救大山 好机友给他报了一场成功学演讲 面对周围人的狂热 大山显得格格不入啊 很快导师找到了大山 看到这种重度设恐患者 导师显然很有一套 他要大山跟他签订一个契约 在每次需要抉择的时候 一定要喊出yes 否则就会有灾难发生 大山本不想答应 可一旦拒绝 出来后 两人碰巧遇到了一个流浪汉 他想让大山开车烧他一程 换做以前的他肯定不同意 但现在经过洗脑 大山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了 可流浪汉刚上车 就要借大山的手机打电话 在朋友的督促下 大山又答应了 在路上开了两个小时之后 流浪汉竟然把手机都给打没电了 大山觉得这也没啥 可流浪汉下车后 竟然又想问大山借点钱滑 为了不违背契约 大山还是咬着牙给了 可等他刚要走时 车子又没油了 这里钱不着村 后不着店 大山只能立那油桶 徒步去找加油站 不过这个yes 也给他带来了好运 大山在这里遇到一个追风少女 看着大山在对刚才的抱怨 少女决定宰他一程 然而并不是每个yes都能带来好运哦 有的时候就让大山很是为难的 这天大山受邀到一个老太太家帮忙 可干完活老太太却不想放人了 面对长着一口好牙的老太太 谁又能拒绝呢 可大山却不是抬举 找了个理由仓皇逃走 这下违背契约的报应来了 大山的衣服被门缝夹住 他用力一拽 结果一个没收住 直接滚下了楼梯 还被旁边的旺财吓得不轻 大山明白 这只是小小的警告 此后 面对各种发传单的 大山通通买账 去学开飞机 去学吉他 去学韩语 虽然他不知道学来有什么用 但他却不敢违背契约 客户来申请小额贷款 大山问都不问 全部通过 别人一个月才批了20笔贷款 可大山光几周的功夫 就批了500多笔 这下惊动了高层的领导 大山有些坐立不安了 本以为自己就要失业了 没想到领导就要给他升值加薪 原来大山放款的客户中 有98%的人都正常还款了 银行因此还大赚了一笔 看来自己做的每一个正确的选择 冥冥之中都会有积极的回报 这天呢 大山看到有个男人想要轻声 吃瓜群众都在一旁看热闹 只有大山不一样 他直接冲到楼上 想要跟男人谈判 可骚话到嘴边 却怎么也说不出来呀 于是大山环顾四周 盯上了一把吉他 趁着男人放松警惕 大山一把将他拽回房间 经过这件事 大山被暴倒了 然后呢 成为了城市的英雄 就连在路上偶遇的前女友 都忍不住冲他抛了个命 这天朋友邀请大山去酒吧 他果断的答应 在这里他碰到了一个摇鬼乐队 主唱正是那天的追风少女 大山被阿珍迷得神魂颠倒 于是便主动上前大山 两个人约定 一起参加明天的慢跑 可等到了晚上 朋友又打来电话 喊着去喝酒 大山不敢推辞 只好赴约 可等第二天大山来参加慢跑的时候 他已经喝了一个通宵的大绿棒子 整个人已经嗨翻了 简单的慢跑 让他跑成马拉松 渐渐的大山跟阿珍越走越近 两个人心血来潮 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不管目的在哪 只要是下一趟航班就行 他们一起看比赛 一起学射击 一起学屠宰 两个人的感情也在迅速升温 甚至打算回去后就住在一起 可当两个人准备往回赶的时候 却被两名弗波勃勒拦住了去路 原来大山最近的动态十分反常 被弗波勃勒认定是恐怖分子的 大山白口莫辩 只好叫来朋友帮忙 朋友给弗波勒解释 哥们儿 大三是怎么事呢 他报名一个只能说yes的成功学讲座 不能说no 最终大山被成功释放了 大阿珍却十分失落 他怀疑大山对他的感情 也只建立在不能说no的基础上 失恋来的猝不及防 大山的生活彻底失去了重心 于是他找到了成功学导师 想解除契约 结果导师被吓得猛踩油门 发生了车祸 醒来后大山还在不停地追问 导师只好安慰他 yes并不是契约 而是一种引导 引导你对生活的认可呀 大山幡然醒悟 赶紧骑上追风 寻找心中的他 在大山死缠烂打的攻势下 阿珍间间招架不住了 他们在众人的见证下 终于重归于好 生活中啊 我们总是把no挂在嘴边 但很多事情因此变得没有开始 不如我们尝试做出改变 主动说出yes决定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能力 更重要的还有我们的选择呀